Hello 大家好 我是伟恩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神佑小鹿的剪屏 沒錯啦 消失了一個多禮拜 是忘記了帳號密碼還是怎樣嗎 也不是啦 是岩壁變成岩壁了啦 啊 說什麼 前面那個岩壁是岩後的岩啦 後面那個岩壁是研究所的岩啦 聽得懂就聽得懂啦 大概就這個意思啦 那我們就 重新開始拍片 開始更新囉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神佑小鹿吧 明明就是一隻應該很好蹭流量的角色 應該流量很好的角色 怎麼就 沒辦法 好啦 進到神佑小鹿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面板 他的面板部分 身為一隻後排 30%抵抗沉默 30%免控 對於一隻後排法師來講 這是算比較好的好的數據啦 那 身為一隻奶 有技能 治療技能效果提高30% 這個是某個可憐而沒有的東西 對 沒錯 那 下面這阿里布達的是那個盤夾的啦 這個就先不看了 那其他東西就算是中規中矩吧 那法穿高了那麼一些 就裝備的原因 法穿高了那麼一些就是裝備的原因 那另外 另外就是 現在陸服那邊有一個新說法就是 那個自然之怒陣營的法師 自然之怒陣營的法師 全都自帶法術吸血 對 包括什麼沙琳啊 然後庫拉皮卡 庫拉皮卡 那隻黃毛是叫庫拉皮卡嗎 沒有看獵人不好意思 有點忘記耶 我看一下 呃 欸不對啦 是從這裡看嗎 我找一下 那隻黃毛叫什麼 啊對啦 庫拉皮卡啦 那就是現在自然之怒陣營的法師 不曉得為什麼 陸服那邊現在默認是 都自帶法術吸血啦 所以小陸也是有自帶法術吸血的 在自己本身已經這麼奶的情況下了 嘿對 沒錯 那其他部分 就普通普通 正常的數據啦 對 沒錯 那站位靠後 所以生存來講 不會太 不會太堪憂啦 那首先我們先從他的大絕開始看起來 那簡單來講 就是全體回血 那回到 一補的呢 會變成盾 那如果有盾的時候 當有盾的時候呢 有人A到那個盾了 他就會被沉沒 對 有人A到那個盾了 他就會被沉沒 算是一個 比較Counter法系的啦 跟一些某些可憐物以系的技能啦 那 基本上這一輪 這血一輪回起來 那個 基本上只要不是什麼大坦 只要不是什麼五星大坦 這個 一個大奶下去就是滿血的啦 默認奶下去就是滿血的 對 這個回血量是有點誇張啦 這個回血量是有點扯啦 那 基本上都可以穩定轉化成護盾啦 那護盾的存在時間呢 理論上是大於 大於他 那個 回一次滿能的時間啦 所以 你可以當作是 小鹿開了大 回了血給了盾之後 除非被打破 不然到下一次他開大之前 基本上那個盾都是存在的 是這樣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他的 2技森林懲戒 對物理攻擊最高的敵人投擲標槍 那被傷害的敵人呢 速度跟攻擊力會永久下降 是笨唱永久下降 那他的法牆係數 他的法牆係數啊 直逼當初初代沙靈啦 法牆係數直逼初代沙靈啦 而且沙靈那還是個AOE 三段式的AOE加起來的係數啊 小鹿是一槍就那個係數啦 救命喔 那他瞄準的是物攻最高的敵人 那降低速度跟攻擊啊 那數值就如畫面上所示啊 就是 降低50%的攻擊跟44%的速度啊 那 基本上啊 呃 就是 呃 比較大一點的問題是這個 大概從頭到尾只會A在同一個單位頭上 A在同一個單位頭上 那 看到降物攻降速度 比較會拿去跟他相比的應該就是次翼 但是 呃 刺翼比較尷尬的是啊 刺翼除了降攻降命中以外 還會幫隊友加攻啊 所以變成說這個技能 要到跟刺翼相比還是很困難啦 那你說如果對面是個純物理隊 派一隻小鹿來壓制他們的主C 這有有戲嗎 老實說也就還好 喔也就還好 那 對啦 但是這一招 不失為一個強招 喔不失為一個強招 而且其實 嘖 而且老實說啦 剛剛講說打物理隊 老實說 以現在的隊伍陣型來講 主C大概也就一個兩個 那其實 對於一個兩個主C小鹿是蠻擅長打的啦 那 那因為刺翼 刺翼給的是比較是全場的持續性的buff 跟那個debuff 但是效果 反而可能就沒有小鹿來的這麼瞬間來的這麼強力 喔對 兩個人只能說是各有優缺點啦 如果你想要更瞬間更強力的控制的話 那還是要找小鹿啦 對沒錯 那 小鹿這招缺點就是基本上 大概就只會丟在一個人頭上 因為現在大部分就是四個輔助 保一個輸出 保一個主C這樣啦 那主C就算被砍了一半的物攻 基本上物攻最高的還會是他啦 對沒錯 那接下來看他的三技能 臨終魅惑 那傷害並強魅惑一個魔法攻擊力最高的敵人 那令他轉頭攻擊自己的同伴 那被魅惑的敵人只能普攻 結束時會被短暈暈眩 那 就是一個魅惑 那吃鹼控 呃 也就這樣 也就這樣 但是 跟他的原本的魅惑比起來啊 有個多個傷害啊 那魅惑時間 魅惑時間 長達十秒啊 魅惑時間長達十秒啊 暈眩有個三五秒啊 那但是雖然說都吃鹼控啊 但是 其實這招已經很霸道了 在魅惑的瞬間給你一個傷害 你魅惑的時候你要去A你的隊友 A完你的隊友之後 你還要先被暈三秒 就算吃鹼控這一整套下來 十秒 十秒你有個六十%鹼控下來 你也是要被控個 四到五秒 完完整整四到五秒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只能這麼說 四到五秒已經夠放個兩招了 真的很不舒服 那這一招呢 他是 針對法強最高的去打 所以其實 小鹿對於物攻跟法強 的主C啊 都有去做一個壓制的手段 那但是 對於 法術角色來講 會更克制就是 因為 小鹿開場是會先臨終魅惑 再森林懲戒 所以 有那種可能性是 他魅惑清出去了 但是接下來控制就全部A上來了 那 森林懲戒丟不出去的狀況 是有可能發生的 是有可能發生的 比較尷尬是這樣 那最後我們來看他 最OP的 最OP的四季 不可侵犯 那我們直接看他技能效果 首先小鹿的技能呢 無視護盾必定命中 那並減少自己受到傷害 那小鹿在受到敵方男性 英雄攻擊的時候呢 會讓其陷入成末 那基本上啦 如果沒有 沒有特別加技能等級的話 大概就是67% 那我是因為 寵物這邊我給他帶了 翡翠雕像 所以有將近70% 那 簡單講一個數學問題 67%減傷跟70%減傷 差別差在哪 大概是差了10%左右的傷害吧 沒錯吧 67%是吃33%傷害 60%是吃30%傷害 所以大概差10%左右的傷害 這3%減傷帶來 大概是10%左右的傷害 對 可以少吃10%左右的傷害 那但是不過啦 小鹿 雖然 這後面再講好了 那 簡單來講 這邊無視護盾 無視護盾已經可以達到完整輸出必中 那必中就是無視魔法閃避 那小鹿的兩個 小鹿的兩個技能都是魔法技能 所以其實也不用去管物理閃避 那就是無視魔法閃避 有點OP 有點OP 對有點OP 那再來是 最基本至少有67%的減傷 好扯喔 好扯喔 對 好扯喔 但是 雖然說有的67%的減傷 該死常常還是會死 傷害 現在的傷害太誇張 太鬼扯了 就算只剩了三分之一 還是夠打 現在的傷害就這麼鬼扯 那最後就是 如果有男性英雄去A到小鹿 就會陷入沉默 那小鹿站那麼後面 容易A到他的有誰呢 老頭 哭啊 點個光都會點到髒東西啊 對 點個光都會點到髒東西啊 最大受災戶大概就是老頭了吧 因為限定是男性啦 那男性要A那麼後面的 目前 目前比較主流大概就是老頭了吧 對 沒錯啦 所以這招技能整體來講 讓小鹿 變成一個相當強勢的輔助之外 在高星還有輸出的可能性 在高星還有輸出的可能性 那接著我們來講寵物的部分 那寵物的部分呢 建議還是貓啦 建議還是貓 雖然剛剛說了 小鹿 小鹿本身有著67%的減傷 就是敵人的傷害已經剩下三分之一了 但是 但是你對面一個蒼龍啊 再吃個 再吃個那隻叫什麼 喔 完了 最近腦子裡都是別的東西 有點忘記角色名字了 欸 那隻新出的自殺士魂甲 那隻叫什麼 狂熱者齁 你要是對面是一個蒼龍啊 吃個狂熱者的buff啊 沖上了貶膩啊 我只能說啊 還 該扛不住的還是扛不住啊 那這時候多了個虛體 就可以 有很大的機會 讓你 再多狗個幾秒 那再多狗個幾秒 可能 下一發出來的就是 臨終魅惑 或者是一個大絕啊 那 其實小鹿的技能 森林懲戒尷尬一點 臨終魅惑跟他的大絕 都有著相當強大的翻盤能力啦 都有著相當強大的翻盤能力啊 我怎麼這麼說啦 所以 就走回 法師系 角色的老套路了 帶隻虛體蟲吧 不然那個生存實在是太堪憂了 那 第六件裝備部分 老實說 老實說 你們的 你們的偉恩主播 又開始自我發揮了 對 基本上人家推薦的還是給殺肉 基本上推薦的還是給殺肉 就是 拿生存屬性跟30%減控 那但是 你知道我這樣想 小鹿站位就已經那麼後面了 本身30%減控再加30%免疫沉沒了 其實 以他的站位 那個屬性我覺得 應該是 夠用了啦 應該是夠用了啦 因為當前 而且 有一個是當前的 當前主流的 控制是打斷 打斷根本就不受減控影響 因為打斷就是一下而已 他 有沒有減控根本就沒有差 所以變成說我覺得 選那個 再給他30%減控意義有到特別大嗎 再想想 再想想 所以最後我先選了翡翠雕像 翡翠雕像強勢是在 他的輸出屬性給了更多 而且他還加了技能等級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沒有特別去加技能等級 小鹿的減傷是67% 那加了技能等級之後 大概可以到70% 那這個 就是吃的傷害少10%的概念 吃的傷害少10%的概念 對 所以這個大家還是可以自己去自行調整 反正 球穩肯定是時光殺肉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小鹿已經在那麼後排的情況下 可以考慮不用殺肉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而已 那如果說 你每次都是反指標 所以陸服怎麼說 陸服說殺肉 陸服說殺肉 嘿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他的塔羅牌 塔羅牌部分 跟道釣人皇后跟正義 那 呃 其實三個 三個都有去選擇的價值 但是 呃 有 道釣人稍嫌尷尬 道釣人稍嫌尷尬 就是 道釣人他 他 會 他的 因為小鹿他本身素質 他的回能素質好像有特別去調整過 所以變成說 就算你滿道釣人 你是滿的道釣人 你還是沒辦法做到 你還是沒辦法做到 一輪技能就開打 你還是沒辦法做到一輪技能就開打 你還是得丟到第二輪的 第一個普攻 或者是第一個技能 才能開出大絕來 那 老實說這樣就是有點 嗯 有點到沒有那麼強勢 因為 小鹿他本身 他的開打時機 不受影響的情況下 開打時機已經是在 1分15秒左右 就是開場15秒左右就開打了 已經算是相當快的一群了 嗯 對 所以在給他倒釣人 其實意義沒有到那麼大 那 給他倒釣人的 給他倒釣人 能超高速開打的一個可能性就是 當他丟完一輪技能 而且吃到一下傷害的情況下 這樣他就有可能直接一輪技能完就開打 這是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 就是有鑑於小鹿的站位啦 你讓他 前10秒內吃到一下傷害喔 那 那 你的隊伍陣容可能是有點堪憂呢 最後排的小鹿開場10秒能吃到一下傷害 有啦 除了老頭 老頭那個 開場 精準狙擊以外啦 不然 小鹿開場10秒吃到一下傷害 這個 有點恐怖耶 可能是被魔導師捲起來打之類的耶 那 那 那那個畫面可能也太美不敢想像耶 我覺得下一秒可能就要炸裂了耶 對 所以倒釣人 倒釣人那個 技能 或 那個 能量獲取提高有點尷尬的部分在這邊啦 那 根據陸服那邊的說法 官方應該是精算過回能啦 官方應該是精算過回能的 就是故意要來噁心人的 對 就是這樣 那 皇后 皇后基本上算是高星小鹿專屬啦 算是高星小鹿專屬 因為畢竟 小鹿 他的天生優勢就是 無視護盾 而且必中 那打傷害的部分已經 就是 傷害一定是A的到人了 那接下來就是A到人痛不痛了 那 小鹿本身 裝備已經拿了不少的輸出跟法穿了 那如果你還要再 增加那一毛還有那一輕的傷害的話 嘿對 就 皇后裝下去 那個忽視法 忽視 就是直接再加他的法穿啦 那個下去的數字啊 毀天滅地啊 齁 你就想啊 沙林的捲三段要扣三次模仿啊 小鹿一槍就是沙林那三段的係數啦 齁 這個傷害有多高 自行想像啊齁 對 那最後 就是正義 那基本上選正義不會錯 唉選正義不會錯 齁 那畢竟 檢控大家都還是基本有個30%啊 60%的人大有人在啊 90%的妖魔鬼怪也不少啊齁 帶個正義不會錯啦 不會錯啦 唉對沒錯 那基本上 神咬小鹿 唉簡介到這邊 那 我們接下來看實戰 唉他居然有實戰 有實戰可以看 Oh my goodness 唉被扁了 蛤? 是不是被洗掉了一些啊 好像被洗掉了一些 可惜了 可惜了 這場進攻失敗 這邊有進攻失敗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一開始我的思路就是 讓狂熱者去最大化輸出啦 但是 用狂熱者有個缺點 就是他的站位太靠後了 所以導致會自己家陣容被壓縮 那這邊就是 陣容被壓縮之後 直接一輪控制 然後 輸出倒了 然後小鹿 堅挺的站在原地 然後老頭把自己給沉沒了 對 老頭把自己給沉沒了 然後倒了 嘿對 然後基本上這一場 這 打完這一場 我有一個非常深的感觸就是 小鹿 在選敵人的時候 盡量選那種 只有單核主C的隊伍 像這一場 像這一場 對方可以說是雙核 哪雙核呢 就是劍勝跟老頭 這算是雙核 可以把他們當作是雙核輸出 老頭的傷害應該不會有人質疑 老頭的傷害還是很可靠的 所以在雙核 在對方是雙核輸出的情況下 其實小鹿的壓制性 小鹿的壓制性就比較沒有到那麼高 翻船的可能性就高了那麼一點 嘿對 那這一場我覺得主要問題還是 不要帶什麼 陣容太壓縮了 陣容太壓縮了 嘿對 那所以後面我就換了 機械少女來當頭了 那這樣就可以比較可以卡住前面一點的位置 然後在外加 站位往前卡了一點 我們這邊輸出環境就好了一點 然後雖然這邊老頭炸了下來 對面也是一波大直接反開了回來 但是這邊只能說對面運氣不好啊 那個劍勝一波大砍過來就沒有砍死人啊 那蒼龍這個大反開 魔導師開大反控 那滑山很正常的倒了 機械少女扛住了前面的戰線 小鹿沒有受到影響 一個大奶出來 蒼龍繼續開大 然後我看到一個很奇妙的狀況 剛剛那一發甘河頭槍投出去 好像 投在劍勝身上可是魔法閃避了 好奇怪 我那時候有注意到這個情況 所以我就在想 這個技能敘述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那這邊剩下對方雙核的情況下 其實 一個已經被撿過弓了 一個被魅惑了 而且我們身上還有著小鹿的盾 那 這兩個人的傷害 老實說啊 不足以打破這個盾啊 不足以打破這個盾啊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加速到結束吧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 令我很在意的魔法閃避是怎麼回事 不曉得剛剛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 小鹿有個干涸頭槍動作出去之後 那個地方應該只有劍勝 然後結果魔法閃避了 應該說就算不只有劍勝 小鹿的頭槍 小鹿的技能明明就是必中啊 怎麼可能會有丟出去 結果魔法閃避的狀況 就很奇怪 那除非是當下有人同時丟了什麼 同時丟了一個技能啦 我不太確定啦 因為那邊那時候真的很擠 沒有 沒有特別看清楚是不是又有人 同時丟了一個技能 那應該是這邊 小鹿開完大之後會丟一個干涸頭槍 這邊頭槍投出去 各位有沒有看到剛剛跳出一個魔法閃避 跳出一個魔法閃避 我不確定是劍勝閃避了底下那個黑洞 觸發的魔法閃避還是怎樣 不然理論上依照小鹿的技能說明的話 應該是必中的啦 應該是必中的啦 就有點奇怪啦 可能是底下那個黑洞觸發吧 我猜啦 那畢竟劍勝這個角色就是買他無限可能性啦 我真的這麼說啦 那老實說 小鹿打中雙核隊伍就是有點誤誤開啦 就是有點誤誤開啦 就是你可以強控住一盒 但是另外一盒不好說 另外一盒不好說 那這邊一樣 這邊一樣是一個鐵龜防守 這邊是一個鐵龜防守隊 這個沒有盒的 沒有盒的 好啦老頭勉強能算一盒啦 那這邊直接把對面四隻輔助性角色控起來 然後雞少女順利開大 彈四個 然後能量滿了 再開一次 能量九十九十一直回 舒服 快開心愉悅 然後這種鐵龜防守隊 我只能說啊 在刀塔這個遊戲啊 鐵龜防守隊沒有什麼屁用啊 沒有什麼屁用啊 而且 原本說鐵龜防守隊沒有什麼屁用啦 夠鐵的烏龜還是扛得住的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防守陣就是放鐵龜防守 就是比較類似烏龜陣的那種東西 但是 刀塔的傷害實在是太恐怖了 如果你不去做一些 你不去做一些強控 單純像這一隊 就是一些軟控的話 就是軟控跟角色本身坦度的話 基本上是坦不住什麼東西的啦 對面這一隊 對面這一隊講句難聽話 講句難聽點的 我只要找一隊有星際遊俠的來 那隻星際遊俠不要被老頭點死 一砲下去這一隊也是沒了 一砲下去這一隊也是沒了 所以 這個防守陣我只能說 再想想再想想 這個防守陣實在是 太好打了 被切菜用 那這一場 這一場對方就是相當多合 那這一場我記得是賽道啦 這場會贏我記得是賽道啦 因為這場對方相當多合啊 然後開場就先控起來 但是 把對方全部控在一起 另外一句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對面全部都吃到繁星的回能 然後這邊 機械少女大絕開進去 結果盾好像瞬間被破了 瞬間被破了 就沒有拿到 盾的那個給的回能 然後對面 這時候蒼龍開大 然後對面有人進了虛體 有人進了精生免疫 那一波大絕交換之後 我們剩下三個人 那小鹿這時候 小鹿這時候被那個 被控到 就是被那個末日效果控到 所以剛剛開不出大絕來 然後 蒼龍的打斷 有一個說法是蒼龍是小鹿的克星 一來蒼龍的打斷無是什麼保護的 肯定一定打斷 第二蒼龍的 自保有給他扣能的效果 對吧 扣能效果是自保給的 我記得 所以對於小鹿來講 一定被打斷 那一定被打斷的情況下 他的控制出不去 大絕開不出來 就很尷尬 第二點 就算打斷沒有成功 A到他 他能量也會掉 那小鹿還是要再補一發普攻 或者是再被多打一下 才能再把那個被扣的能量補回來 所以就會變成說 小鹿最關鍵的保命大絕開不出來 那就是很難過 很難過 對 所以蒼龍某方面來講 算是小鹿克星 但是我覺得 這個說法 對一半 那錯的那一半是 要建立在對方不是蒼龍單核的情況下 如果是蒼龍單核的情況下 我覺得小鹿還是能把他按捺的服服貼貼的 在搭上一堆隊友來講 那這一場 這一場就是 調皮了 選了一個有小鹿的敵人 然後就翻車了 就翻車了 對 選了一個有小鹿的防守陣 就翻了 對 那一樣就是 我們強控對面 對面強控我們 然後我這邊就是標準的單核 有夠調皮 自己得出來的結論 不要單核打小鹿 小鹿適合抓單核隊 那我這邊的做法就是 對單核打小鹿 哭啊 到底在想什麼呢 到底在想什麼呢 然後就被打爆了 對 就被打爆了 各位很明顯看到的是 其實 70%減傷 70%減傷 各位有沒有看到 蒼龍一個暴擊 大絕一個暴擊 嘿 被電掉一大塊血啊 OMG 那不過我們這邊 小鹿反手輸出 把對面冰棒給帶走了啦 小鹿反手一個輸出 直接把冰棍給帶走了 我忘記是哪一場了 我忘記是哪一場 就是小鹿他擊殺的人數 甚至比蒼龍還多 那個 撿尾刀大絲啊 小鹿是你啊 可以看到的是 雖然說我們說什麼 蒼龍單核 蒼龍單核 可能會被壓制的很嚴重 但是這邊 我們的蒼龍還是打出 全場最高傷害 但是 那個 就是因為 被打得太嚴重了 多開了幾次炸 換到的啦 應該說正常的蒼龍來講 那個開打次數絕對不只這個傷害啦 對 那這一場就 安心的去了 單核打小鹿 基本上跟自殺 沒兩樣 那這個 喔這個是我的防守被打破 對這個是防守被打破 沒辦法 那這邊 喔這邊一樣 又是單核打小鹿 又是單核打小鹿 對 又是一個單核隊友去打小鹿 然後這邊主要是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的機械少女被網住了 前面明明都沒有被網到啊 為什麼這一次被網住了 那這一次被網住之後 我們的陣容整個很壓縮 然後機械少女 這一個大決的判定 我覺得怪怪的啊 不是敵人最密集出嗎 他沒有跳到最後面去啊 他沒有跳到最後面去 等於說他第二個大 他第二個大就慢了 他第二個大慢了之後 沒有再做到持續控制 然後就被對面 對面就直接切進來 然後我們的蒼龍就倒掉了 對 很難過 沒有做到後續的控制 對方剛剛站位是前面兩個 後面三個 那這樣再怎麼說也是要跳到後面去 去把對面的後排給控住啊 怎麼會 怎麼會就正好跳到中間 結果 對面的前排兩個沒控到 後排也 就是被震到而已 沒有 沒有 就是 被大決那一下震到 然後沒有那個護盾後續的彈人 他這個大決 反正我覺得這一場的敗筆 就是那個機械少女那個大決 沒有踩到人家身上 如果這一場有踩到人家身上 這一場應該就不是長這副德性了啦 應該就有機會了啦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那接著是 那一樣就是 這種類單核隊伍啦 如果你不把老頭當一個核心的話 這種類單核隊伍 基本上直接屌虐啦 就是基本上小路打單核沒有輸的道理啦 除非臉太黑啦 對 倒塔這遊戲的那個RNG 我實在是 唉 對啊你看 這邊就很順利的 跳到人群中間 不過這一場 這個也是 跳到正好 護盾正不到的範圍啦 這個大決其實跳得老實說 也有點失敗 就是只有大決正內一下 後續護盾的推人 推人回能都沒有推到啊 然後這邊也是跳得很失敗 機械少女這個大決我只能說 再想想再想想 那這一場 這一場會打得這麼順利 主要就是對面的劍豪 沒有創造奇蹟啊 沒有創造奇蹟啊 那基本上 打這種隊伍啊 你可以看到的是 你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 開場在這邊啊 劍豪 這邊開場一個親 欸不曉得親到誰 怎麼沒有符號 然後一個干涸頭槍 直接投到劍豪頭上 那劍豪 然後就剩一半攻擊力了 對 就剩一半的傷害了 然後小路一個普攻 這邊暈眩 被暈了 那你看後面老頭 這時候有著沉默 他為什麼被沉默呢 因為他A到小路了 對 他A到小路了 然後這邊 魅惑 又魅惑到老頭 老頭直接 又不能做事了 魔法免疫也沒用 老頭繼續沒法做事 然後等你醒過來 我隊友呢 我隊友呢 所以現在小路最強勢的啊 就是 開場直接扛老 最好 開場老頭三涼光 點到他頭上 直接沉默 直接沉默 老頭直接廢 老頭直接廢掉 那然後如果他還有 還有另外一個物理盒 物理單盒 你直接一個干涸頭槍 也不是干涸頭槍 我在講什麼 干涸頭槍是殺雕那個 我講錯了多久了 反正小路那個頭槍啊 叫什麼頭槍啊 我看一下啦 生理懲戒啦 反正小路那個生理懲戒啊 投下去啊 基本上對方物理單盒要廢啊 那法術單盒 基本上 基本上現在的法術傷害核心 大部分啊 競技場能看到的 都是老頭啦 那老頭那個三涼光 只要開場一個 不小心點到小路 直接沉默 人就沒了 人就沒了 對 差不多是這樣 那 在傳奇的部分 這是防守 這是防守 我是不是有去進攻啊 對 進攻 進攻這一場 對這邊這一場 對面也是個 單核隊伍 鐵龜 算是一個鐵龜正中 帶了一個輸出啦 算是一個鐵龜正中 帶了一個輸出 那因為這是傳奇 所以其實角色 就有比較分散投資了 就不是剛剛競技場那一組了 那不過 就輕鬆挑打啦 我覺得 輕鬆挑打啦 因為對面的防守性 還是不太夠啊 對面的防守性 還是不太夠啊 那在外加 我這邊角色 其實蠻欺負人的啦 我覺得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就直接 一個暴打 而且 冰棍的法牆 冰棍的法牆 還沒有劍豪來的高 所以 劍豪還被魅惑 劍豪還被魅惑 有點難過 那因為當時迷霧 沒有出現在場上 所以劍豪就被魅惑了 對 相當難過 那這邊劍豪放一個劍氣 把人給彈開 欸不對 是我的 是我的機械少女被魅惑 把人把我們的自己人給彈了 那這邊蒼龍在一個大 墊一墊 小路再開一個大 補血 補起來 就像我說的 只要不是什麼五星大坦 基本上 小路哪一口 就是默認滿血 然後這邊 對面劍豪在創造奇蹟 閃了出來 衝到我們陣中 再被蒼龍電一會兒 還電不死 終於死了 劍豪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他可能 他可能蒼龍電第一下 電第二下 人就去了 也可能蒼龍一個大電完 人還活得好好的 Oh my goodness 劍豪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那後面 後面我好像沒有在打傳奇 對 所以後面就沒有數據 那我們就 看有沒有幫我現場跳一個吧 嗯 我不想要單河打小路啊 我不想要單河打小路啊 有沒有沒有小路的啊 怎麼都是這兩個一直跳啊 這個 這個會翻 這個我很肯定會翻啊 這個我很肯定會翻啊 對面這個雙河啊 對面這個雙河有點麻煩啊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這邊的思路應該是 不要上滑散 不上滑散要上什麼 不上滑散 不上滑散要想辦法對 被 搞對面 現在問題是 乾河投槍應該會投在 劍豪的頭上 因為 蒼龍的物攻沒有到說很高 那現在就是對面的蒼龍會控不住 會控不住對面的蒼龍 我一時半會想不到有什麼解法 欸 欸 這樣有沒有搞頭 這樣有沒有搞頭 我們試看看 我們試看看 雖然說開場就要被網 沒被網到 直接去控住對面 蒼龍接著控 然後對面直接 一波免控 這是誰開出來的免控 不知道 這個免控是誰開出來的 對面豬後還活得好好的啊 我勒 被一波反打 直接炸裂 這個免控是誰開出來的 對面豬後還活著啊 我想到的免控只有那個 騎黑意志的那一顆啊 那一顆不是要死掉才有嗎 頭痛 頭痛 嘿 直接展示了一波 什麼叫直接被叼打 所以說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是 新術差距了啦 新術差距了啦 除非啦 我覺得這個陣容可能 小鹿就比較不好吃了 就是要硬跟他互槓 會比較有用啦 欸 欸不是這樣的欸 不是這樣的欸 怎麼每次都這樣啊 啊 我覺得啦 這個 這個我應該就吃得到了啦 這個我應該就吃得到了 但是 不想浪費鑽石了 嘿對 大家就這樣 所以 當前我對小鹿的結論啊 就是 強歸強 但是一來 當前強勢的蒼龍 有點克制他 那這一點其實有辦法避免的 就是你的陣容 你不要太自我壓縮你的陣容 那這一點其實就可以很好的去避免 那除非你的陣容已經爆了啦 你前面都爆光了 那 小鹿才比較容易被蒼龍打到 那第二點就是 小鹿對於單核的陣容 有相當強的壓制能力 有相當強的壓制能力 但是 當你遇到雙核的隊伍的時候 欸 就會有一個核沒有人管了 那沒人管的那一核 可能就會把你的隊伍給爆了 因為 小鹿的控制太針對單體 小鹿能把對面的單體搞到 生活無法治理 沒錯 這是很肯定的 但是 問題就是 如果他有另外一核可以動的話 那其實 對於小鹿 對於你的整體隊伍來講 你就沒有後續的控制可以去控他了 因為 小鹿就只能針對一個人 比較麻煩是這樣 但是總的來說 小鹿還是一隻很強的角色 本身 本身被男星英雄A到就 就給沉默 這個對老頭來講真的很傷 老頭那個三連光 然後或者是 開了自保之後變四連光 只要有一發不小心點到小鹿 開場直接 直接沉默開場 沉默開場的老頭 那就算你沉默結束了 搞不好下面一發 臨終魅惑就是在你頭上 對老頭基本上在面對小鹿就是 生活無法治理 那另外 他的那個大絕開出來的那個盾 大絕開出來的那個盾 可以讓法師角色 生活很難過 所以 所以官方會特別讓他不能那麼早開出大絕 有一點道理在 不然 他比那些大法師角色都早開出大絕之後 結果大法師角色在開大前 每個人都普攻了一下 有拿到盾的人 沉默 不用玩了 直接都不用玩了 對 就是這麼的悲慘 所以那個大絕沒辦法 超高速開出來 我只能說 有點道理 有點道理 不然 真的是帶一隻小鹿 對面直接法陣報廢 對面直接法系陣容就報廢了 有點有點誇張了 對啦 大致上是這樣 那總的來說 小鹿還是一隻蠻強的角色 那整體好用程度 就像各位看到的 對上單核陣容 基本上二星就夠用了 那但是在網上 你要在他打出傷害 或者是讓他有著更強的 真的基本上小鹿在網上 就只是傷害的補強了 傷害的補強跟生存了 但是 70%的減傷 我覺得啦 嗯 我自己現在差一點三星 我自己在覺得 我自己覺得啦 可能 三星的情況下 拿著70%減傷 以生存面來講 應該是蠻夠的了 對 所以 以小鹿的生存面來講 我覺得他的生存面 當前來講 是已經蠻夠的了 所以星數再拉上去 就是 讓他的森林懲戒 跟林中魅禍的傷害 打出來可以更高 然後奶出來的盾 可以更厚而已 大致上是這樣 小鹿整體來講 呃 這隻角色整體來講 算是 還是比較偏被動防守一點 就是他 比較沒有辦法去做一些主動出擊的 都是一些 讓敵人打我 我怎樣的 所以 當初陸服最早的評價啦 當初陸服最早的評價是 小鹿天賦有點點歪啦 全點到防守那邊去啦 有點進攻性不足啊 然後 但是後來的評價是 這遊戲 除了叫蒼蟲傳奇 也可以叫小鹿傳奇喔 對 你就知道小鹿這隻角色的強度多誇張就好了 連 連陸服那邊的大佬都會預測錯誤 這隻角色的強度目前就是這樣 那 另外提一點 小鹿的主戰場在哪裡呢 小鹿的主戰場 如果 如果你對四鍊之塔 有任何頭痛 疑問 請call給小鹿 小鹿基本上都蠻能handle的啦 四鍊之塔太多噁心當河了 欸 小鹿 當河我在行 當河我在行的 對大致上是這樣 對啦 所以 那邊 陸服那邊現在有個說法是四鍊之塔 四鍊之塔也可以叫小鹿塔 不是活動那個小鹿塔 這小鹿可以屌打四鍊之塔 對大致上是這樣啦 好啦 以上就是這間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都可以幫我按讚按訂閱按分享 大家有什麼意見或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維尔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